许多的时间快到了 台湾很多媒体报导了一个国际重大的消息 就是美国准备和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首先美国已经不和大多数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2019年川普是总统的时刻 即使是盟国的日本所签订的就已经不是自由贸易协定 而是贸易协定 这个贸易协定里头就是交换 美国的农产品进到日本 农产品对日本来讲是非常敏感的议题 因为日本自民党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农民 如果他得罪了农民 大量的开放 美国农产品对日本自民党是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对美国的一项让步 特别是美国牛肉 所以那个时刻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 交换的是什么 交换的是免关税 免除很多的关税已经关税了某些豁免 而在之前是在欧巴马时代 当时美国还没有反对自由贸易的呼声 没有这种见解的时刻 那个时候新加坡跟韩国 是两个全世界签最多FTA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而韩国跟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经过好多年 在李明博总统的时代时候 2011年签订的当时和美国的关系是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跟韩国是自由贸易协定 跟日本自由贸易协定 而台裔出身的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他的说法是台湾不会获得新的类似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相关的规定 因为美国已经不签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不是对台湾特别不好 但是会不会有跟日本一样的贸易协定 根据戴琪的说法是 台湾寻求的协议类型可能只适合80年代和90年代 但现在需要创新的贸易协定 也就是说我们的代表邓振忠 他很希望能够扩大覆盖面增加农业劳工 尤其是市场责任也就是关税的议题 这个对台湾的产业输出到美国去非常重要 特别是工具机等等 他希望有一天美国政府可以准备好进行关税的谈判 所以重点就是在关税 我们可不可以比照跟日本一样得到关税 根据戴琪的说法是 美国目前为止对于关税部分 他不承诺新的市场准入 或是降低关税 但是他希望的 所谓他讲的21世纪的 renovated 就是有新的创意精神的是什么 是缩短货物的海关和处理时间 解决腐败问题 还要帮助中小企业 这跟美日之间可以减免关税 这个差别非常的大 当然很值得注意的是 他所说的话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还说美国和台湾必须要达成适合时代的安排 什么叫适合时代的安排 就是说你不能比照韩国 那能不能比照日本 他也以待保留 他说这是个任务是具有挑战性的 所以虽然是台裔的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但是仍然在跟台湾所亲密的贸易协定里头 他是不随便松口 那某程度这跟台湾的代表 邓正中所说的谈话 希望重点是扩大市场准入 也就是关税的问题 这个部分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所以我们现在谈说选举到了 很快的一个标题说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订好了 我想这个是非常外行 美国根本从川普时代开始 已经不跟任何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跟日本也只签了贸易协定 可是有关税的部分 我们能不能比照日本 现在都还是问题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